为了提升农友们的栽培技术跟品质 台中市农业局以及太平区农会 这一天举办琵琶评鉴活动 评审依照外观、质地 还有果粒的大小跟糖分等项目进行评分 而今年同样是受到气候影响 琵琶的产量对减 参加农友仅有55位 而最后结果出炉 由李国成、简进田 两个人拿下了第一 评审老师拿起琵琶仔细品尝 看整体的口感状态是否达到标准 鼓励农友良性竞争 同时提升栽培技术和品质 太平农会这天举办琵琶评鉴的活动 而要获得第一 可得先通过重重考验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外贸协会 看外观 就是它外观它的评比占得比较高 有35% 然后再来就是由委员他们进行试吃 然后这是口感的部分也有30% 然后再来就是靠机器 机器跟那个来检测它的重量 因为太平地区的琵琶呢 一般来讲他们就是农友栽培 都是比较认真 就是会输果 所以它果粒也都会比较大力 然后可以达到30公克以上 近年的琵琶是短收很多 但是在刚才在我们评审委员了解一下 其实它的所有的品质方面 也是没有差的啦 不管甜度也好 外观也好 还有颗粒的大小也好 都还不错 太平大胡同琵琶 种植面积大约400公顷 近年受到气候影响 产量锐减 在照顾管理上 必须花费更多的心血 参赛农友也仅有55位 经过果粒外观 以及龙毛是否完整 口感 糖度 重量等项目的评比之后 最后结果出炉 有礼国程 减净田两人拿下第一 开花也少 很多都没有包 都放棄 因为包起来也是少少粒 品质不好 今年可能比赛到顶 你要出买预备 可能也更困难 今年很少 有的都要结束 这次评鉴的时间点 虽然说前期比较干旱 然后刚好在上礼拜 有下一些鱼 这礼拜评鉴 所以糖度呢 是有略微的下降 但是也都适合在 就是 评鉴就是 11度的水准 那吃起来呢 它的口感都满 风味都不错的 最重要的是 它的肉质是细致的 然后多汁 很厉害啦 今天来参加比赛的 真的非常少 就有55位 真的少了一半以上的人来参加 跟农民做一个 行论以后 他们说真的是没有琵琶了 他说今年量产真的非常少 真的剩下一两层的一个 一个产量而已 所以 希望 喜爱琵琶的 我们的所有乡亲们 在这阵子里面可以 多多来享用 因为 今年琵琶可能量少 要不然它的产期 可能会又缩短了 评审表示 虽然今年琵琶短瘦 但整体品质 依然维持往年的水准 果粒饱满 糖度也都不错 同时也都带有 微微的果酸 肉质细致多汁 得奖琵琶 将在接下来的琵琶节 活动当中展售 想要品尝黄金国的民众 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接下来的 台中才有报道